上個禮拜是102 102其實重點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是 針對這個宋春這個字 這個字部分主要應該跟字有關的 還有新年快樂這兩個東西 這個是第一個這第二個 然後做練習 並且請各位做一些變化 那一樣你們自己去找一些相關的圖字 這個宋春的話基本上你可以去找那個 有的字然後把它去背 其實它這個圖本身其實就已經幫你去背 所以背後的話是透明的 那我們其實主要是把它原來的字 原來是黑的嘛 然後另外再產生另外一個塗層 放在上面 然後把它改成白的 所以黑跟白之後疊在一起 就會有陰影的效果 所以類似的這個方式 也許你們也可以用在別的地方上 反正跟字有關 甚至不見得是字啦 你其實兩張圖檔其實也可以做立體效果 比如說像這個吉祥物 能不能做類似的效果 可以啊 你後面把這個 這個做出來之後 後面再複製一個塗層 然後把它全部填滿 把它填滿成黑色放在後面 也就有一個陰影的效果了 其實也是類似的概念啦 好 那 這個部分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 其他還有像什麼新年快樂 這個可能就是要特別小心 一定要放在這個菱形裡面 所以至於這個菱形多大多小啦 這個有個規定 28乘28 最後再把它縮小 然後並且把它轉向 那主要是利用那個什麼 變形工具 Ctrl T OK 所以這個我想盡量 可以把它熟悉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一樣延伸 它要我們做的 我練習檔這邊 一樣在第104 那你們可以先看一下TIF啦 只要是TIF檔就是完成的樣子 將來的話呢 做出來就是要長這樣 我把它縮小一點 這個有點太 它好像沒 它沒辦法縮小 它最小的這麼小 那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就是有個鴨子 那鴨子上面好像有覆蓋一個類似漸層的感覺 可是這個漸層有點像菱形的漸層 那裡面有一個字叫鴨子 OK有點像這樣 這個是最後的一個結果檔 那它提供給我們什麼東西呢 OK 反正這題目啦 至於你將來 每個人美感的感覺 其實有時候要滿主觀的 所以至於要怎麼做啦 可以自己再稍微try一下 然後 它提供給我們其實就是 這個是完成檔嘛 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實給我們第一個這個PSD01 這個裡面是空 是不是空的 然後PSD1-1 這個是一個鴨子 有沒有 那這個鴨子的話呢 OK 就是一個解析度其實不高的一個鴨子 然後PSD01-2的話是一個鴨這個字 那這個鴨的話你會發現它解析度其實還滿低的 所以放大之後的話呢變成有鋸齒狀 那你會發現喔 最後做出來的這個鋸齒狀喔 它其實要存在 可是跟各位講喔 Photoshop裡面有一個自動功能喔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圖解析度不夠的話 它其實喔 放大之後會有這種馬賽克狀 所以它會怎麼做呢 其實它放大喔 它會自己幫你補點 也就是放大之後你不要讓那個看起來喔 有點像這樣的實在不好看 可是它其實就是要這個效果啦 但 它內建功能是會自己幫你補點 讓你看起來不會太太像是解析度不足的感覺 OK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104題的相關檔案這邊都有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題目部分的話要求的有哪一些喔 一樣呢請各位 看一下這個試題說明喔 那試題說明的話找到那個104這一題啦 那首先的話當然呢 它要跟那個 這個 PSD01 點TIFF就剛剛給各位看到那一張圖喔 盡量是 越接近越好 當然不太可能說完全一樣 但是盡量接近就好 再來的話呢 它首先要怎麼樣呢 要開啟 一張 這個圖檔 那個這個圖檔的話實際上就內建就有了 所以它意思就是說 把這張圖檔打開之後喔 它第一個要考你什麼 你會不會調整 這個尺寸 調整什麼呢 寬要800 然後呢高也要800 像素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張圖檔先打開來看一下喔 那打開的話一樣喔 我們先把那個Photoshop先打開來 所以先開啟那個Photoshop 這個試題放在桌面上 所以開啟舊檔我先到桌面上找 然後桌面上應該有一個叫做104的一個 這個喔 然後呢我就把104這個裡面的哪一張呢 因為它沒有副檔名啦 所以我之前有跟各位講喔 你們可以 把那個副檔名打開啦 我看這個 這個 因為這這個啦 OK喔 它副檔名是PSD 所以 PSD01這一張把它開起來 那開起來之後你會發現 這一張圖喔 它的解析度是多少 當然你現在看喔 除非說你要到那個我們的 低疊底下這邊 其實你點 這一張圖喔 看一下 它只有尺寸 可是我怎麼知道說它的解析度是多少 其實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要看某一張 圖檔的解析度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 Photoshop下方有一個箭頭 向右的箭頭 點選之後喔 你可以把它改動一下 它預設是說 這一張圖檔它佔的 檔案大小是7.32K 可是如果你將來不想要看到是尺寸 不想看到大小 你想要看到尺寸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這個所謂的尺寸大小 OK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它這個尺寸大小 它顯示的是當你這個解析度是72dpi的時候 它的寬跟高是幾公分 可是不對啊 如果我今天不要是公分喔 我希望看到是像素的話 那這裡你可能還要再修改一個設定 哪個地方的設定 在編輯裡面喔 有一個叫偏好設定的東西 那偏好設定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一般 在這裡 編輯 偏好設定裡面一般 那你可以看到喔 它會有一個 功能喔 應該猜也可以猜得出來啦 叫什麼 單位 和這個什麼 齒標有沒有 那預設是公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像素的話 你可以選這個嘛 原來公分改像素啦 我是建議還是改一下像 因為一般我們在 討論那個 一張圖的大小的時候 通常還是用像素啦 比較少用公分 用公分的話 其實還蠻難算的喔 我跟他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下方就會出現 他這一張 圖的尺寸喔 就變50乘50 所以他第一個要考你 如果你要把這個解析度喔 改成什麼 改成800乘800 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什麼 將那個PSD01-1 01-1是哪一個 01-1應該是那個鴨子吧 這鴨子 要把它置於什麼呢 這鴨子有點太大了 把鴨子放在哪裡呢 放在 這個背後啦 OK 那背後的話 總共可以放幾 因為800 所以這個鴨子的話 我們先打開好了 這個打開這個鴨子 開啟救檔 應該是這一個 1-1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改了尺寸之後 它會顯示出 這個就是 200乘200 寬200嘛 OK 然後高也是200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呢 把它放在那個 800乘800的話 那剛好 800 不就是 四個嘛 所以就是可以放 4乘4 個這一張圖 那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剛剛好把這一張 一張 放到那個 這個 圖檔裡面 可以讓它變成16個 這是你要考你的 怎麼樣可以把它放過來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是 第二 它要你做的事情 那第三的話就是 怎麼樣 怎麼樣 把那個 PSD1-2 就是那個鴨子 鋸齒撞那隻鴨子 所以一樣 我們把這個 第三個檔 開起來 這個 就鴨子這個 你會發現它其實 Ctrl-加 把它放大一下 就這個 那你會發現它的解析率很低 50乘50 那可是它希望可以把這個鴨子這個字 放到 圖的中間 然後 並且 它有一些要求 把它放10倍大 所以它50乘50 把它放大之後就變成10倍 變成500乘500 然後最後再加一個什麼 光譜的漸層 OK然後它有些設定 不透明度100 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是那個TIFF 所以請各位稍微 把題目了解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第一個要考了 第一個就是要做的就是 如何做那個尺寸的調整 800乘800 那如果要剛好 產生像素的這個設定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可以先把 你的這個下方的箭頭 改成顯示文件尺寸 然後再到編輯裡面 找到那個編號設定 把那個 單位 單位和尺規 改成像素 OK 改像素一下 然後再給大家 我看得到 我會不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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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感谢观看